2024年1月3日星期三 欢迎收看光明新闻通 新闻一开始让我们关注封面焦点 政府筹备已久的主要数据库巴路 在昨日正式推介不久就被网民发现 存在多个漏洞 有网民称只需要拥有个人身份证号码 就可以在应用编程接口API 覆盖和修改巴路的登录密码 社媒X帐号 AlliantDRMSR underscore DEV 昨晚就这贴文指出 他只需要你的身份证号码就能够覆盖和 更换你的巴路登录密码 他也上传两张照片 先是在后台程式设计页面找到能够修改密码的漏洞 不过在该贴文发布后的两个多小时 该账号又更新表示巴路团队已经修改了API 对此网民Alliant Isaac就留言表示 被人从程式设计界面找到修改密码的方式太令人尴尬了 另一方面在通过手机为4名政府部长在巴路注册成功 挑起巴路可能存在安全风险疑问后 国际贸易及工业部前副部长王建民就建立内阁 做出决定暂停巴路注册 直到安全漏洞获得解决 他认为在巴路系统再次推出前 政府有必要好好的展开测试 他发文告表示 他希望巴路能够成功启动 应该资料库的目的是更有效的进行针对性补贴 但遗憾的是目前的巴路无法实现这个目标 他认为政府应该邀请资讯技术和网络安全专家提供硬件 用于改进巴路的设计 此外民政党主席刘华才就表示 由于政府前科太多 他担忧政府推荐的主要资料中心巴路 可能造成人民各资泄漏 他在文告中指出 政府之前曾多次爆出政府系统各资泄漏 近一次还是在一个月前 涉嫌机构所受的系统就曾遭到骇客入侵 部分旧资料遭到窃取 因此他呼吁政府能够立即补上上述巨大的安全漏洞 另外马华副总会长陈德钦也炮轰 经济部长拉菲兹主要数据库系统巴路 优如没有保安措施 为诈骗集团向人民设陷阱打开方便之门 拉菲兹必须马上中止有关系统 无需要等到明天五点多召开记者会公布是否暂停 另一边想针对网民发现主要资料库系统巴路 可通过身份证号码轻易的修改系统密码之后 经济部长拉菲兹青上火线解释 技术团队已经在发现问题后 已经立即采取行动并在一小时内提出解决方案 拉菲兹通过社交媒体X贴文指出 该团队在进行安全状况评估期间 未曾发现身份验证存在此弱点 而该团队已经于昨晚的9点15分解决上述问题 他表示为了让使用者顺利的在巴路系统中登记 用者可跳过身份证验证EKYC步骤 来建立账户和填写资料 他说在更新资料核实及提交资料时 使用者才必须进行EKYC步骤 任何未经过EKYC步骤来验证的资料 一概不会被巴路纳入巴路系统中 只有经过EKYC验证的资料才被视为有效 他也提醒在完成EKYC步骤之后 使用者必须保存所更新的资料 同时也强调考量到没有电话号码的长辈 该系统是允许同一个电话号码注册最多5个账户 换个焦点 不幸在南北大道遇车祸上升的私营救护车驾驶员 洪敦伟 生前是一名热爱义务和救援工作的议销队员 每当有意外或者是紧急事故 他都会放下手上的工作 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协助 33岁的洪敦伟昨天与另一名队员 从槟城护送一名病人到吉隆坡后 清晨5点回城途中在南北大道 与一辆罗里及一辆宝藤赛家叫车相撞而酿成悲剧 洪敦伟的遗体已从金宝医院运返北海双西服林英社 殷仪馆自商三天 其妹妹洪秀慧接到哥哥车祸消息后 昨午也从新加坡赶回北海 洪秀慧在接受访问时就说到 母亲昨天已经接到救护队员的通知 指哥哥与另一名队员在南北大道发生车祸 但哥哥在医院抢救失败 今早7点50分证实不治 他还说 与哥哥同行的队员伤势也不轻 目前已转送到北海马干专科医院接受治疗 患者新闻 各车 你吃先 你走先 购力 东瓜倒腐 央公 八冷刀 八萨 这些大马华语 已经细数收入在大马华语特有词语词典 这本 这本堪称大马第一本 也是世界第一本收入了2182条特有词汇的词典 很多都是大马华人的日常用语 经专业对比已经鉴定之后 都被列为专属大马华人特有词语 黄小梅教授前后用了十年来负责编写这本词典 这也是中国编撰的全球华语大词典的外一章 既收入了全部由编务小组收集编写的特有词汇 包括不被全球华语大词典收纳的词条 他表示 除了普通话 全球华语都有各有特色 统称是遍体华语 但过去都被忽视了 没有把海外华语纳入研究范畴 他说 在出版全球华语大词典前 其实已经出版了一本全球华语词典 遗憾的是里面收纳的新码词语 却没有大马代表 他说 大马华语有其背景 历史 情感 与身份认同 很多人并不知道促成催生这本词典的一个因缘 是全球华语大词典因篇幅有限 容纳不了那么多 所以才有了这本词典 这节新闻给您播报到这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